阿弥陀佛 弥陀经上说的 闻世经受持者 受持是真干呐 就闻诸佛名者 这个诸佛名就是阿弥陀佛 这个人 皆为一切诸佛之所互念 有念佛之人 有四十里光明诸身 无不能犯了 真正一个念佛人 居住在这个地方 他的光照四十里 四十里之内 这个里头人 都沾他的光 都蒙他的福 这个地区没有磨难 这一段说 这是这一段的总结 古得云里磨难 安稳修持 让他列苦 这个他列 就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的加持 化现为义 成为一心道 修持这个法门 只要真心 没有怀疑 没有咋念 一心一意专修 很容易拯救 我们有些人说 我们念佛了 佛菩萨说加持 不灵 不灵啊 还是有冤情 债主的招呼 还是有很多磨难的招呼 从这里起疑惑 丧失了信心 愿佛菩萨不灵 不保佑不加持 这是罪上加罪 不知道错在自己本身 佛菩萨没错 中国古人教人 行由不得返求助解 是非常有道理的 只要出了问题 问题不在外头 自己认真反省 把自己的毛病改正过来 问题就解决了 菩萨菩萨看一切众生 都是祝福 他没有看错 他对一切祝福 统统离间 对人要先礼 有礼貌 对私认真负责 就是对私的离间 对无 像那样桌子 把他摆得真真气气 擦得干干净净 是对他的离间 千万不要搞错了 桌子是佛 每天给他磕头 就错了 完全搞错了 他是佛 没错 他是桌子的形式 我们不必对他跪得礼拜 摆真气擦干净 这对他的离间 统统在日常生活当中 所以若有众生 念阿弥陀佛 愿往身体 比佛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派遣 二十五位菩萨 永护陀佛当你的 护法神 永护行者 若行 若诸 若诸 若物 若咒 若业 一切识 一切诸 不令 过鬼 卧神 这几遍语 这几句话 念佛 求往生的同修 要记住 真的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世处世间 最吉祥的事情 无过于念佛 最殊胜的事情 无过于念佛 一切 这些灾难 魔障 都不会干扰你 如果有魔障来干扰 你要认真反省 问题不在外面 一定是自己 信心不足 还有怀疑 怨心不足 对这个世间 还有贪恋 所以 菩萨保佑你 祝福 护念你 你自己 这里有障碍 出问题了 所谓 寄温之修 不足以为人死 是你学的很多 你读的很多 你去参访 向别人请教 听得很多 记得很多 但是你们一开屋 你所学习的 全是别人东西 我们学习佛经 佛经里面 样样东西 我们都懂了 都记住了 讲得头头是头 说得天花乱坠 唯物 烦恼稀奇 一分也没断 这叫积温之修 自己不得受用 这是圣行教育 佛菩萨教育 不取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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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